哈囉大家好 我是Cynthia 大家最近是不是都在家工作呢 那其實我大部分的時間也都是work from home 所以我前陣子呢 跟我一個在香港芭蕾舞團工作的朋友叫昌緣 那大家之前有可能會看過 我去上他的芭蕾課的那支影片 因為香港最近這邊就禁止四個人以上的聚會 然後其實所有的表演啊有關劇場那種 很多人會聚集的場合全部都取消了 所以他們現在等於原本安排好的演出 或者就是宣演其實都不能夠演了 那我前陣子就問他說 那你們現在就是工作怎麼辦 那他們就說他們現在其實也是work from home 然後我就想說什麼意思 就是舞者也可以work from home嗎 所以我這次就很開心 也非常感謝的徵求到了香港芭蕾舞團的同意 還有倡員的同意 所以我想要來給大家看一下現在這個狀況 藝文工作者他們是怎麼在家工作的 因為我自己覺得很有趣 好 我們就等會見囉 嗨 現在有另外一個人在上課 所以我們要小心一點 在家工作還有貓 我們現在都用Zoom 一般上課30 將近40個吧 真的假的就40個人都在Zoom中 對 對 所以我們現在要加入會議 所以要先輸入meeting ID 好 按加入 現在進來課場上了 唉唷 看到我 嗨 在家裡也要很有心的上課 除了這麼之外 其他的配備 像是地 你知道什麼啊 地膠 地膠 對對對 那個桌子就會變成把幹 還有這個地膠 就是去模擬舞蹈教室 這個是你自己買的嗎 還是會公司給的 然後你移家 就是愛護愛你 真假的 我很幸福喔 你們一堂課大概是多久啊 一堂課 平常如果正常上班在Studio裡面應該是 平常都是一個小時半 或是一個小時五分鐘 然後但現在因為 特殊情況所以大概就 45分鐘到一個小時的把幹 也是啦 你們現在也不能做 大跳之類的 沒有 沒有 你們要給我誰 嗨 嗨 嗨 我問妳想到我實際我在想 我要這樣 要在做她做好 看 在做 做我的 workout 好 2 Demi's parallel forward 2 Demi's in a roll through in a grand plié and point out all around DF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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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gazine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昌原在改造他的舞蹈地板 现在这里就像是舞蹈教室的center 然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意思就是像激励训练是吧 对对对 又来又来 又来 好像真的在教室上课一样 不要以为无责只要会跳舞就好了 那肌力训练很重要 全部都是汗了 請问你现在的感觉是酸爽吗 酸爽 刚刚昌原问我说这一段我想加入也可以哦 我先婉拒你 我觉得我大概做一套都不行 你可以的 我等下可能会放弃 啊你最后一套是很多的burpees啊 芭蕾版burpees 港巴版burpees burpees style relevant 先做完burpees 然后就做这个 这个 然后再这样抖抖抖 跑步 跑 原地跑 好可爱哦 你们的猫真的好悠闲哦 躺在后面 啊 你这只猫啊 我讨厌啊 看的我都觉得累了 还有一下啊 最后一个 比较大 两下 你这样把他挖起来 I'm a come over follower 你不安 你们好か 你還好嗎? 你還好嗎? 嗨 Louis 我可以在你的內內這邊嗎? 這樣你比較小 我旁邊被拉打你看 快一點快一點 那我們現在呢 我旁邊這兩位都已經上完課了 我們再簡單的稍微自我介紹一下好了 嗨大家好我是林長元 我在香港芭蕾舞團 我叫做周若芸 我在香港舞蹈團 因為我前陣子跟他聊天發現 他們現在都是用Zoom在上課 然後因為我知道現在香港的 就是演出啊 或者是就是因為你四個人 沒有辦法聚集在一起嘛 所以很多像演出什麼全部都取消了 所以就想記錄一下旁邊這兩位他們 現在就是怎麼視訊在上課的 我們可以分享一下現在 你們舞團裡面大概的情況 因為一開始社會運動的時候 其實就陸陸續續喔 取消一些演出或是 中場暫停 然後一直到現在 疫情的問題所以 幾乎已經半年多了吧 我們也差不多 就之前的演出取消了 就可能三場 然後可能就只演了一場 然後因為有時候六日的時候就會 有一些活動所以都取消 然後現在好像是 今年的話2020是從2月到現在的演出 都是取消的 對你們的工作上衝擊會很大嘛 例如說因為我知道現在很多人可能會 卡佩啊或是什麼的 你們會受到這樣子的影響嗎 目前來說我覺得我們都很幸運 很幸運 你們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就是 遠距離的上課 從上禮拜 港府宣布不能 就是要關閉所有的什麼 六大還七大還是八大 但我們蠻早之前就這樣 就是那時候過年剛回來 二月初過年剛回來香港 從台灣剛回來的時候 就因為有一些同事他們回大陸 然後他們回來就要隔離 所以他們就是在家裡上課 然後我們其他人回公司 然後可能分幾天 就一些人在家裡隔離 然後一三五然後二四六 一些人回去公司 一些人在家裡這樣 那你們覺得在家開心 怎麼在家開心 在家很開心 我們每天都很high欸 我每天都聽台語歌 覺得在家工作最開心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很high啊 就是很多自己的時間可以用 你們本來可能是早上會上 五盤課 然後下午可能是排練 所以你們現在就是改成 只有上早上的課這樣子 因為現在在家工作 然後香港的居家環境都特別小 所以我們呢 有什麼聲音 所以我們活動的空間都很有限 所以我們就只有做把桿的練習 然後跟一點點可能center的一些exercise 之後會到strengthening的training 那我今天訪問的這兩位呢 他們其實都是舞團有簽約的舞者 但是現在其實最辛苦的就是像是freelancer 那可能是因為疫情關係 就所有的演出都取消了 等於他們補助也還沒有下來 然後也沒有收入 就是完全是沒有錢的一個狀態 所以其實就是蠻辛苦的 但是因為在這個非常時期 其實我們也沒辦法做什麼 就只能在疫情結束之後 你知道大家都去看你的演出 幫幫這些認真在跳舞的人們 他為什麼可以講老闆 那我們來唱一首台語歌啊 你們一二三一起唱一首就是第一首 閃靜靈然後還有台語歌 太難了吧 來喔 過期大考驗 那馬上輸 我已經想好了 好一二三 小郎的單位要 再一個 不能剛剛那首 好 我知道了 一二三 想要不要唱我 好那欣賞第一個Youtuber 一二三 唉唷 你怎麼講阿漢呢 沒有 那第一首第一首 周杰倫的歌 周杰倫的 好 好 大家從哪裡進啊 我不知道 我們一個默契 一個默契 好 一二三 雪妮麗翔 又打對了 五月天的歌 一二 我有點不熟耶 好香喔 好 我知道 但是我 我有點沒把握跟你一看 好 一二三 戀愛 唉唷 好醉 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呢 舞者在家工作就是 這麼的 就是這麼的歡樂 這麼的有趣 好 你們還有什麼想要 這樣的 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萬事如意 萬事發財 好的 謝謝再見 掰掰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